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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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Toby 欢迎你们来到HeyToby的节目 不吹不黑 带你们了解那个真实的德国 新年了,你们吃饺子了吗? 有朋友留言问 听说你们在德国 要有饺子是不是真的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不是真的 德国的饺子,我认识啊 认识 茂塔舌 茂塔舌,刷本饺子 我能吃到最少十个 中国饺子应该十几个吧 或者,也许胃口好能吃二个 我觉得我吃个 20个 中国饺子啊 25 那种一袋里面50个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吃完 这个 这个饺子是很多 哈哈 哈哈 看你啊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如果想吃什么 我一定会吃四个 五个 五个 哈哈 茂塔舌好像在餐厅 一般是四个吧 四个一盘吧 三四个啊 六个 我觉得吃个十个 十五个 哈哈 哈哈 你确定吗 哈哈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你看我都跟这个提醒 哈哈 哈哈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昨天在超市里买的茂塔舌 一般一包里有六个茂塔舌 两个人吃没问题 如果你在饭店吃的话 一份大概两个到三个 说起茂塔舌 还有一个小故事 在中国呢 这道菜我们叫做饺子 我们叫做饺子 我们叫做饺子 那请问您如何称呼这道菜 你叫做饺子 你叫做饺子 为什么要吃饺子 道人说 这是乡的庙子 那庙子的庙子 那庙子的庙子 那庙子 那庙子的庙子 那庙子 那庙子做饺子 那里的修士在摘亲手不许吃肉 他们就把肉藏在面里 这样的话就是欺骗的上帝 所以这个菜叫上帝骗具 或者是叫猫包包 因为是从猫本来的 现在我就把它们煮了 在德国传统的吃法室 猫他煮和蔬菜汤一起煮 有点像中国的馄饨 一般汤里面有洋葱 胡萝卜 欧芹 好吃吧 我不喜欢猫包包包 因为我认为没有很好的味道 正确实说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味道 我认为是这样的味道 就比较好 一般般吧 我觉得猫包包包的口味 可能还是偏德国人一点 中国人可能还是更喜欢吃饺子 很一般 还是中国的饺子好吃 因为我是北方人 特别爱吃饺子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德国人装造的饺子 这么不堪一击 我们德国人装造 奔驰 啤酒 足球 哈 我有个办法 你肯定很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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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觉得应该会好吃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这两个可以互换的吧 这两个可以互换的吧 我认为它很好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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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碗糟了 先開始 现在我们就准备德国的饺子皮 太累了,换一个方法 自动 宝贝,请把饺子馅拿过来 太谢谢你 现在我们把饺子馅抹在饺子皮上 现在得中饺子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德国饺子有点大 先切小一点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饺子里面的样子 现在我们咬一口味道怎么样 嗯 这个饺子 嗯 吃起来已经有点重的感觉 嗯 没错 但是这个皮 还是德国的饺子皮 那个的毛衣塔士皮 它吃起来还是有点硬 嗯 有点硬 有点硬 不像中国的饺子皮那么尖道 再吃一口 因为这个德国饺子皮里面有那个Hard-Rising Kris 它吃起来比较硬 不好意思 我买错了 买了太粗的 Kris 所以今天这个饺子比平常还要硬点儿 但是 我又老干嘛 我就不怕 我现在找一个德国人来吃吃看 这个中德饺子怎么样 比较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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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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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饺子馅儿 加到德国饺子里 再加上醋和老干妈 果然更好吃了 拯救计划成功 新的一年了 我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 对了 新年 你吃饺子了吗 如果不知道吃什么 就吃饺子吧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 请在下面留言吧 我好饿 我要去吃饺子 请在给你们带嘢 乱九花 完sim � ウ ホhodou jä